三級警戒延長餐飲店只能夠外帶 店家也祭出了疫情限定 外帶才可以吃得到的測色 這一次呢 透過鏡頭帶大家來品嘗花蓮在地好店 提供的新鮮生魚便當 一起來就經濟 臨近蔥油丙街 位在花蓮市建國路23號的定制漁場三代目 在第三代經營者努力下 將自家東昌定制漁場 友善海洋的新鮮漁貨 成為一道道融入食漁教育理念的漁湯麵 那這家店呢 我們是設定是做一個魚湯麵店 那在最早幫我們一起來 開發這個魚湯麵店的廚師 是新加坡籍的亞洲五十名廚 William Lowe 那他來到花蓮來幫我們做出了 第一版的菜單 那包括這個魚湯的熬製 都是由他來親自來研發 那每天的魚湯呢 都是用當天最好的新鮮的魚的魚骨 跟魚頭 然後魚腹 來熬製出來 今天是這個魚膏湯 那搭配我們的麵呢 就會形成一碗非常非常好喝的魚湯麵 那這是我們本店最大的菜色 最多人喜歡的菜色 那當天抓到了新鮮的魚貨 我們也會送到這家店裡面 來製作生魚片給客人享用 所以客人只要來到這邊 就可以享用到又便宜又好吃 又新鮮的鮮魚 尤其是當地定制漁場 自己抓到的鮮魚 面對這波疫情衝擊 也立即轉型外帶 推出以往內用才吃得到的平價生魚便當 那在疫情期間當然是從五月中開始就發生的疫情是相當的嚴重 那在疫情過了兩天我們就開發出了便當 那我們發現其實在疫情期間大家就是都只能在家裡面 然後吃得不好這樣 然後是很多的收入都已經沒有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就推出一個非常平價 一百二十元的生魚便當 那給消費者讓他們覺得說在疫情期間也可以吃到很好的料理 然後也希望可以一起陪伴這些客人 常常光顧我們的老客人一起度過這次的疫情期間 對 那我們每一季節或是每個禮拜的那個菜色都不一樣 所以這一週大概目前為止還是用現在時令最好的煎魚 我們就用八煎來製作我們的便當 那下一個禮拜我們就會使用不同的魚種來製作不同的料理 讓客人在每個禮拜來到這邊買便當的時候 都可以有不同的感覺不同的餐點可以做體驗 食材以漁場當天最好的新鮮魚貨為主 湯頭以魚頭魚骨和魚腹熬製 在新加坡民廚協助下開發出多種魚湯拉麵以及生魚片 希望能賦予華蓮在地的傳統漁業新的面向與經濟模式 這次推出的便當我們有飯跟麵的兩種選擇 那麵是由當地有人直接在市場裡面直接製作出來的雞蛋麵 那它是不加鹼的 因為有鹼味的麵會影響到我們的湯的味道 所以我們就使用完全不加鹼的雞蛋麵 然後飯的部分我們是用花蓮在地的雞蛋麵跟 我們每日就是切完生魚片的魚骨 然後去熬製出來的湯一起煮 我們用魚湯精華跟我們的生米一起煮成這樣的炊飯 來當作我們便當在使用的這個飯 呈現起後的訂製魚場三代目 第三代賦予更多不同的意義 期盼透過食魚教育 讓更多民眾認識花蓮及太平洋的豐富魚種獨特資源 而每週食令魚貨不同 餐點也會不時更新 午餐晚餐限量供應 有興趣的民眾可搜尋點書粉絲頁 訂製魚場三代目 這次講邦夜猴靈師報導